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基金会表示没有安排到北京 但是否跟官员来会面会客随主便 不过马英九附中随乎可能无法配枪 官局表示正在拟定警卫计划 周延安全维护部署 前总统马英九将于三月二十七号到四月七号 赴中国祭祖 并且会率领青年学子跟对岸学生交流 将是七十四年来首位踏上中国的中华民国 卸任总统各界关注是否会跟习近平见面 马英九基金会表示没有安排到北京 是否跟对岸官员会面 肖续曾强调客随主便 马英九预计三月二十七号搭机飞往上海 二十八号拜夜中山林 三十一号跟武汉大学学生座谈 四月一号赴湘潭市湘潭县白石镇记组 随团学生则安排参访横山 四月六号跟复旦大学学生座谈 四月七号上午航班返台 我相信 总统一定会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 也能够对于民众对国民党的期待 做出回应 我们也希望说马英九前总统 这样的一个记组之旅 不要造成国际 对于台湾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 在国际社会上面的信任上面 出现一些疑虑 总统府则表示 已经收到马英九的初访申报 期盼马英九此行 能展现民主价值 跟两岸交流对等尊严立场 而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曾强调 马英九卸任后 依法管制出国三年到二零一九年 但被蔡政府延长管制两年 到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号 加上新冠疫情影响 所以等到今年两岸疫情和缓 才规划相关行程 至于各界关注马英九附中 随护可能无法配枪 国安局说正在拟定警卫计划 周延安全维护部署 中国国台办则回应 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 记者欧容张国良 陈立峰台北报道 英国台英国会小组 六位议员来台访问 中国对此事批评 窜访台湾 而总统蔡英文 今天下午是接见访团 感谢英国对台的支持 多次重申 维护台海和平 以及稳定的重要性 国会小组的主席 史都华则是赞许台湾 是世界的民主灯塔 英国国会台英国会小组 主席史都华率领五位 下议院议员来台访问 曾蔡英文二十号接见 这也是继去年十一月之后 英国国会再度来访 中国驻英大使馆 对此强烈谴责 批评英国议员 不顾中方反对窜访 蔡总统则感谢 史都华展现对台重视与支持 我要感谢英国从2021年起 就多次透过G7等 多边及双边的平台 重申维护台海的和平 及稳定的重要性 英国近年挺台的力量越来越大 近日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 综合检讨报告 也首度提及台湾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为了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美英澳更宣布打造澳洲核动力潜见的合作计划 也引发澳洲是否承诺 在台海发生冲突时 支持美国来换取华府出售潜见的质疑 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驳斥这项说法 强调一旦潜见到手 澳洲就完全拥有潜见的主权 以及控制权 学者分析美国积极拉盟友 要与中国在南海的军力扩张抗衡 中国外交部则批评 核潜见合作计划是典型的冷战思维 会破坏去和平稳定 记者韩英朋友组整理报道 普发现金六千元 财政部间公布领取方式 包括登记入账 ATM还有邮局领线等五种 其中呢 只要只有这登记入账是需要线上登记 而从这个星期三开始是启动了身份证 尾数的顺序分流来登记 不过呢 财政部也表示 这一次五大管道并非同时来发放 民众期待已久的普发现金六千元即将上路 财政部上有召开记者会宣布 普发现金网站以及客服专线 1988正式上线 发放方式包括登记入账 ATM邮局领线 直接入账 以及特定偏乡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 其中登记入账 采身份证尾数分流 于本周三二十二号启动 由尾数零和一开始先登记 再来依序是尾数二到九 二十七号开始才不分尾数通通可以登记 三月二十八号起可以回到网站查询 以登记的资讯是否有误 财政部表示由于普发现金涉及立法院三堵 以及总统公告 因此最先启动的是直接入账 以及偏乡造册领取 也就是说三月二十二号线上 登记启动后 只要总统公告预算生效日后 不含假日的五个工作日内 就会入账 邮局ATM的领取会比较晚开放 書惠部也提醒民众 要使用ATM邮局领线的民众 都不用线上登记 而采用登记的民众系统也将持续提供服务至少六个月 不必抢在第一时间登记 记者有陈信龙特会报道 经济部决议四月起要调涨店价 其中民生用店在七百零一度以上的话 店费是要涨百分之三 只是租屋族无论是亚房或是分租套房 通常都是共用店表 合计算下来就很容易会跨过店费涨价的门槛 对此台电是表示 房东可以免费申请装设置会店表 并且接受节能辅导 如果每个月用店还是超过七百度 本次的店价可以不调涨 台电四月开始调涨店价 民生用店从七百度以上开始调涨 博对于现行义无多格的分租套房来说 因为共用总店表很容易超过店费调涨门槛 面临电费调涨租屋族大喊吃不消 以义无隔城五间分租套房为例 假设共用一个总店表 一间用店每个月三百度 算一算等于五间房一个月 就会用掉一千五百度的店 看看这次店费调整方案 只要用店超过一千度以上 就会调涨百分之十 等于租屋族的店价将从旧度数的 每度六点九九元涨到七点六九元 每度店冲破七元大关 引起租屋族的恐慌 对此台电表示 如果分租套房多户共用一个店表 只要申请免费装设智慧店表 并且接受台电节能辅导 即使每个月用店超过七百度或一千度 本次店价可以不调涨 台电公司是希望就是说 借由鼓励这个方式 然后一方面也能够节约用店 一方面也能够照顾我们这些租屋族 减轻他们的负担 对于原本就是正常在使用的 用店或是店表 他会不会因为 改成日能店表 或是跟台电申请等等 这个部分我认为没有急迫性 所以房东的意愿可能不会相当高 台电表示期盼透过这样的方案 达到节能省电效果 只是会有多少房东愿意设置这回电表 又同时态换传统耗电的冷气设备 还有待评估 记者源慈谢其文台报道 鸡蛋供需的问题还在持续延烧 先前传出鸡蛋产销业者 要调整蛋价 但一次官方施压动涨 因此蛋商工会扬言要无限期的修饰 并且不再报价 对此农委会主委称鸡重是强调 没有施压 更指出鸡蛋没有所谓的批发市场 因此修饰是假议题 不过蛋商工会则表示 所谓的修饰不是鸡蛋不交易 而是不报价 杂货店门口上午九点多 就已经排了长长人楼 大家都在等待十点的鸡蛋 贩售时间 鸡蛋供需问题持续引发各界投论 现在产地和批发蛋价 每台金分别是四十五点五元 及五十五元 先前传出鸡蛋产销业者 打算再涨价格 但疑似因为官方压力最后决议 这个星期暂时不涨 但上工会不满蛋价动涨 扬言无限期修饰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则长期 农委会没有介入蛋价 修饰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整个鸡蛋的交易 每天我们的蛋机场都会 有鸡蛋的生产 然后在各地都会经过 各式各样的通路在交易进行 它不像我们的肉品的批发市场 所以它每天都有在交易 该有的这个价格把它拉上来 就是反映限制的状况 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 那干脆蛋上工会就直接说 那我们就无限期修饰 那我们所谓的修饰 不是说鸡蛋不交易 只是说那个报价上面 我们就不再去报 蛋上工会表示 农委会不会参与 也不会干预蛋价协商 但握有最终决策权 工会常调 涨价是弹农弹伤大家的共识 希望报价反映真实情况 而不是粉饰太平 否则就没有报价的必要 陈吉仲指出专案进口的鸡蛋 在三月底会超过七百万颗 四月还会更多 目前产弹机的量 已经有所提升 行政院会定期召开跨部会议 农委会会努力让鸡蛋产销 回归正常 记者综合报道 而为了要提升鸡蛋的产量 再加上农委会有提出相关的补助 现在不少产地的蛋农 打算要更新原有的设备 或是盖新的鸡舍 而选择水帘式的鸡舍 不过蛋农则表示 这样的兴建费用 大约是传统鸡舍的五到六倍 再加上国内普遍的缺工 盖这样的鸡舍 至少也得等上大半年 一颗颗的鸡蛋 借着输送带送到鸡蛋区 速度快又有效率 而到了喂食时间 多达六万只鸡要同时进食 也只要靠着电脑管控 就可以完成 和传统鸡舍大不相同 这样的水帘式鸡舍 靠的就是这套电脑系统 只要温度超过二十八度 屋外的水帘就会启动 搭配通风系统 造成鸡舍内部的负压状态 就达到通风的目的 天气转冷时也会启动保暖 鸡舍里维持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 鸡蛋的效率也提升了五成以上 而鸡舍外头的大型机具正在施工 吊挂新鸡舍的屋顶 鸡农表示 因为鸡蛋价格创新高 加上农委会启动相关补助 不少鸡农扩建基社 都会以水帘式为主 但像这样三百坪的基社 就要投入近五千万的成本 加上国内还是存在缺工的问题 要动工至少得等半年以上 工班负责人表示 由于农业人口流失严重 传统方式必须朝向高效率和低人力的方向来改良 水帘式的基社虽然效率好 但前次作业和申请程序复杂外 缺工缺料的问题严重难解 而目前水帘式的基社约只占了一成左右 也成为产业更新的最大瓶颈 中部好一阵子没有下雨 现在水库的蓄水量持续下降当中 农作物受到冲击的状况 也开始不现 像是高阶梨 因为缺水 果实就长不大 地瓜则是出现了裂果的情况 不過水利署综合各项资料评估 認為中部水情还算是稳定 目前证实没有调整水情灯号的打算 抽水马达一个个躺在干涸的河床边 抽不到水只能抽到沙 久旱不予水库拉警报 苗栗线靠近鲤鱼滩水库的高阶 立场区 植物都处于极度干燥的状态 树皮一波就碎裂 林树养分不足 果实都长不大 农民是叫苦连天 受到缺水影响的还有这个 地瓜出现大大的裂缝 彰化大成地瓜产量少了两成 卖上不佳 价格也从美台金十三元降为十元 地瓜浓缩今年气候极端 气温又先热厚了 才会造成严重的裂果 根据水利署资料显示 中部地区主要水库蓄水率 持续下探 里域谈百分之四十三 德基百分之五十八 日月谈百分之六十一 湖山则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八 不过水利署评估水源调度 与中央气象局 降雨预测等客观数据 强调目前中部水情还算稳定 并没有调整水情灯号的答案 水库水还够 但老天迟迟不下雨 苗里还有草莓因为太干 而出现病虫害 农民干脆放弃采收 只能说农民靠天吃饭 气候与水资源的考验 让大家都吃足苦头 记者 农民风 旁安群苗栗章话报道 相较起来南部的水情 就更吃紧了 台南的水情灯号 已经提升为成灯 每个月一千度以上用水大户 必须要减工百分之十的用水 而针对没有达到 节水标准者 市府已经开出了六十八张的劝导单 并且执行超过两百处水表前锋 强制检工 有环卖团体是建议 原台南市城区地下水崩沛 每天流往大海 可以活化古井 并且来找出涌泉取水点 有效的利用 走到台南中西区六合徑清水寺庙前 就可以看到一口古井 相传是清朝年间所着 仍是活水的状况 而另外一处古井 旺仔井 目前为私人所有 但当地居民表示 这口井活水依旧 极端气候下 国内水型再度拉警报 环华认为 原台南市城区地下水丰沛 许多水没有利用 每天流往大海 建议古井活化 以及找出涌泉取水点 有效利用 非饮用水 可以用一些这些古井的水 来作为 例如旁边的浇灌 或者旁边的一些街区的使用 这样的话 可以减少我们使用自来水 对此市府强调 在下游取水 也要考虑到上游的补水 要如何取水 会再做规划 而20号也是 安平再生水厂启用的首日 未来第一阶段 每日供应1万吨再生水 4月底前 会再增加每日 1万7500吨 剪辑抗旱用水 除了稳定南科用水 同时也释出 等量的自来水 调配民生使用 剩下的这些水库的水 可以增到6月底 应该就更没有问题了 看一天如果2万7500吨 然后30天一个月 就产生将近80几万吨 那这个部分 对于有效的延长 水库的寿命 以及使用这个民生 用水的替代的话 那就非常有帮助了 目前南部主要的中文水库 蓄水率仅11%左右 台南水晴灯号 3月1号开始 早就已经转成成灯 市府也针对每月 一千度以上用水大户 需减工百分之十的用水 但截至3月15号 集查结果 针对未达到解水标准者 已经开出六十八张的 劝导单 并且执行两百六十九处 水表牵风 强制减工 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 本土是新增了五千四百一十一例的确诊 而从今天开始 新冠轻症确诊者 是不需要通报隔离 救医 看诊也是回归实体的医疗院所 不再采取视讯的看诊 不过有基层的医师就担心了 恐怕会增加传播风险 卫福部长薛瑞远则强调 这一步迟早是要走的 虽然有风险 但整体来说是可控的 新冠肺炎轻症免通报隔离新制 二十号周一上路 不过救治最后一天 新增通报五千四百一十一例 版土病例 较上周一同期减少一成五 死亡则有二十八例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会有一周的补通报缓冲期 不过预估本周四 确诊数就会降到三位数 下周一甚至会更低 而在校园部分 全国各级学校师生 如果为亲证确诊者 可以持快筛阳性照片 请五天病假 不会列入初缺席记录 后续如果快筛 为阴性者 则可提早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整体班级的环境上面通风还是做好了 那当然在其他一般时间 大概因为现在也就是因为有打疫苗 防护力都比较高一点了 由于防疫新制上路后 也同步取消轻症视讯看诊 有基层医师担忧 可能会增加传播风险 对此卫福部长薛瑞源表示 这一步迟早要走 虽然有风险 但整体来说是可控的 薛瑞源强调山地离岛偏远地区及机构住民考量就义不变 仍然持续适用远距医疗服务 未来新冠疫苗 可能比照流感疫苗 每年例行开打 六十五岁以上 及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 规划每年打两剂疫苗 预估约有六百万人 至于先前采购的一万剂 预防型单株抗体 仍有七千五百剂没有使用 今年底将面临过期 将请专家会议讨论 是否再放宽适应证 如果借期还用不完 就会销毁 记者 近年来虚拟货币的交易是相当热络 也衍生了不少风险 但国内一直没有确定的主管机关 金管会主委黄天幕坚就证实 金管会将会承接虚拟资产的监力主管机关 未来包括是客户资产 平台资产的分离 还有产品上下架的审查 以及投资人的保护 都是监管的范围 去年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宣告破产 全球投资人血本无归 据了解 台湾也有约五十万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泪色风暴在国内发生 虚拟货币在台湾确定将有业务主管机关 行政院最快三月底宣布金管会主责 其他性质的东西我想行政院还有相关的这个部会 还在继续研究他的性质 黄天幕表示虚拟货币未来监管的方向 包括客户资产与平台资产的分离 商品上下架的审查 投资人保护都会在未来的监管范围内 接下来将会先和业者讨论自律规范 未来是否立专法以及专法涵盖范围 还得等运作一段时间后会再讨论 我们已经不是以新创的所有货币业者了 在到中间的话 其实我有经历过很多阶段 像比如说客户的使命制 还有他们的风险控制 还有所谓的房系前部的部分的专法 我们该怎么就落实它 对于监管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乐观提成 台湾如果相信交易其实相对是单纯 台湾交易收入货币 几乎都是以现货为主 国内的虚拟货币业者表示 因为数位货币本身有波动 有波动就容易产生笃性 而现货本身的波动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国内投资者 就一定会想去更高杠杆的国外交易所 去做交易 该如何在监管国内虚拟货币的同时 也对境外交易所的风险 做呼吁或管制 也是政府未来该思考的课题 记者为陈信龙 王兴忠特别报道 经济部公布二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四百二十一点二亿美元 连续六个月呈现负成长 其中光学产品外销订单衰退的幅度最大 另外电子自通讯产品也衰退了量成以上 经济部表示三月份的外销订单恐怕也不乐观 因为全球通膨 升息压力还是在 再加上终端需求不振 预估三月外销订单的金额 年减的幅度将会在量成以上 可能会陷入连漆黑 为了止住瑞士第二大金融机构的 这个瑞士信贷风暴 在瑞士政府主导之下 由瑞银买下瑞幸 并且命令瑞幸发行的 AT1债券剪记为零 金管会初不了解我国受险并没有持有 瑞幸AT1债券 不过学者就示警了 瑞幸发行的债券骗及了全球 而这一波因为美国升息 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 可能才刚开始 股价暴跌升陷倒闭危机的瑞士信贷 在瑞士政府紧急介入 和斡旋后 十九号瑞银宣布将以三十二点 二亿美元收购 并同意承接瑞幸五十四亿美元损失 瑞幸几乎是以逼近三十的事 日价备售出 瑞幸是瑞士第二大银行 总部设在苏黎市 主要服务客户为私人银行 投资银行以及资产管理客户 一旦倒闭将冲起全球金融体系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表示 国内行户的瑞幸的曝险 几乎是灵活非常少 会持续关注后续情势 受瑞幸风暴影响 全球投资人仍忧虑相关债券 曝险 港股二十号金融股翻黑 大盘下跌五百一十七点八八点 收在一万九千点 财经学者分析 瑞幸危机还有后续 因在瑞士政府出手之后 也直接命令剪辑瑞幸发行的 一百六十亿瑞郎 约折合台币五千两百多亿 AT1债券被注销 将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金融会初步统计 五国保险业投资瑞幸 曝险金额超过一千亿 不过目前包括国泰 富邦 新光 南山 中国 台湾人寿等六家受险 全数表示没有持有AT1债券 尽管会将要求业者 进一步清查持有的瑞幸产品 继续报道 再关心这全球瞩目的消息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飞往俄罗斯 将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会谈 就在刚刚习近平市抵达了俄罗斯 一同来看稍早的画面 习近平在今天晚间台湾时间 接近六点半的时候 搭专机抵达莫斯科机场 由俄罗斯官员来接机 现场一对是迎兵之后 随即搭车前往 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会面 今天晚上两人将会先进行 第一次的一对一会晤 预计也将会共进晚餐 俄国媒体则报道 习近平下飞机之后表示 会与普廷就双边关系 跟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的交换意见 全力发展中俄关系 预计明天将会有会见的仪式 签署文件跟国宴等行程 现在乌俄战争还在持续 这一次习近平前往俄罗斯 是要展开三天的访问行程 而各界都在关注 习近平这一次的行程 是否真的能够调停乌尔战火 不过在美国方面 则是反对中国促进乌尔 五条件停火的主张 担心会给俄罗斯 整顿反击的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抵达莫斯科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下午单独与俄罗斯总统 普廷见面 共进非正式晚餐 二十一号展开正式会谈 预计签署两份文件 由于这是习近平 自二零二二年俄战争开打以来 首次访问俄罗斯 多位专家分析 此举显示中国对俄支持 同时也将升高美国的压力 中国并未加入西方 对俄国的制裁行列 这次访俄期间 打算签署的文件 包括两国关系 进入新时代的宣言 以及双方未来七年的 经济合作计划 由于俄战争 尚未有停战迹象 习近平此行 也将扮演和平大使的角色 试图说服俄罗斯 无条件停火 但对此美方 却提出反对 执疑中俄正在重写 国际游戏规则 由于习近平本月十号再次连任国家主席 是自邓小平以来掌握最多权力的中国领导人 对外关系也可能走向对抗和更强硬的路线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中国想运用俄罗斯的关系 对抗美国 想告诉普提新秩序将由中国主导而非俄罗斯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 南韩跟美国展开为期十一天的联合军演 这是两国合作演习时间最久的一次 而北韩为了抵制 宣称在十八跟十九号两天 进行了以南韩为主要的目标的合战术演习 领导人金正恩还带着女儿金珠爱一同露了脸 各式战机列队成道V字形 整齐划一飞越领空 南韩跟美国从十三号开始展开 围棋十一天的自由之盾二十三联合军演 这次演习空中部分南韩派出F35A战机 美国则是以F16战机跟B1B轰炸机参与演习 而在地面部分则是运送来一架号称 地表最大狙击步枪的M777榴弹炮投入演习 M247A1封印尼是155研究构 它能够射射15km 可能比119的艦艇 这次军演是两国联合军演史上为期最久的一次 面对这次演习北韩不但再次试射飞弹板制 更在18 19号举行核战术演习 19号当天发射的短纯弹道飞弹 在集中目标前飞行了约800公里 也是北韩今年第七次试射飞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又带着近日频频 公开亮相的女儿金珠爱观摩演习的全程 韩联社报导 北韩表示只有拥有攻击敌人的实际能力 保持能够迅速精准的实施核打击的战备状态 才能够完成嚇阻战争的战略使命 而北韩的官媒朝中社二十号也指出 金正恩表示国家随时准备进行核攻击 以阻止战争 并且指责美国跟南韩 认为敌人对北韩的侵略行动 越来越明显 或且需要北韩加倍加强核战争的威哲力 国人新闻陈生秉秉 阿瓜多发生的强症 目前死亡人数是增加到了十六人 而有一座位在码头岸边的博物馆 也被震垮坠海 救难人员是忙着抢救文物 坠海的博物馆载幅载成 只剩下上半截屋顶还露出水面 阿瓜多南部太平洋外海 周六发生规模六点八强震 全国超过半数省份 以及邻近的秘鲁北部都感受到摇晃 除了民宅 医院和学校倒塌受损 过于阿瓜多玻利瓦港码头 屋林已经超过六十年的海洋博物馆 也被震垮 救难人员划着小船 正在试图抢救已经泡水的五千件文物 而事后曝光的画面显示 强震来袭当下 阿瓜多正在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节目 镜头开始晃动 一位男主持人发现情况不对 立刻起身 另一位女士也吓得惊声尖叫连忙走壁 节目因此被迫中断 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 至少夺走十六条人命 出身南美洲的教宗方济各 周日特地为罹难者祈福 镜头转到孟加拉 这辆前半截已经解体的公车 撞得面目全非 警方证实 当时车上再有四十三名乘客 不过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 这辆车行进中部这条公路时 突然冲出路边护栏 从九公尺约三层楼的高度坠落 掉到下方的沟渠中 酿成十九死二十五伤的悲剧 孟加拉因为道路与车辆老旧 欠缺维修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去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 多达九千九百五十一人 撞下历史记录 公司新闻曾惠敏编译 最近台湾南部的水情严峻 而在法国也是遭遇到六十四年来 最严重的冬季干害 冲击到了农业的灌溉 也影响到了观光产业 由于气候变迁 欧洲其实有大部分的地区 都面临了水资源吃紧的问题 法国西南部 碧里牛斯山下的蒙贝尔湖 已经干涸到湖底裸露 泥土均裂 该湖所属的阿列格地区 在二月份降雨量减少百分之八十 当地帆船俱乐部的船只 无法航行 只能搁浅在湖岸边 湖水消失 不止帆船产业停摆 观光商机也没了 蒙贝尔湖是人工湖 面积超过五百七十公顷 以前是一大片森林 一九八五年灌水造湖 当初是为了农作物的灌溉 之后慢慢出现露营区 践行步道 每年吸引数千游客造访 以往同期 该湖有百分之六十的湖水量 如今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尽管马斯克朗的田所灌溉的水源 来自阿列格河 但为了节约用水 打算今年要把玉米产量减少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同业已有人改中耐旱作物 如高粱向日葵 法国跟欧洲大部分地区同样正处于冬季干旱中 使得人们越来越关心整个欧洲大陆的水资源情势 也因气候变迁 这样的窘境恐怕成为常态 公示新闻 黄韵玲编译 西浪雅典动物园在二月底捡到了一只罕见的小白虎 被发现的时候瘦弱无力 而且严重的脱水 后腿还被置入了铁钉 原方就研判 他是被人走私入境而弃制 而这起事件也曝露出欧洲野生动物走私猖獗的问题 小白虎在动物保育人员的身边 显得相当的安心 有时靠在手上 有时对着镜头瞪大眼睛 可爱的模样让人会心里笑 二月二十八号 他被人丢弃在希腊雅典的阿提卡动物园一个垃圾箱 清洁人员发现他时全身脏兮兮 手巴巴 而且有脱水的现象 小白虎被弃制时的身体状况相当不妙 连兽医师都大为震惊 经过多项检查之后发现 他严重营养不良 骨质也相当的脆弱 可能长期没有好好的喂食所导致 兽医师甚至发现他的后腿有一只金属钉子 动物园的监视器拍下小白虎被发现时的前一晚 有一辆车使进了垃圾箱 原方怀疑就是恶意丢弃小白虎的嫌犯 已经报警有关当局巡线追踪 欧洲刑警组织指出 欧洲的野生动物交易产值高达10亿欧元 动物大多从亚非两大洲非法进口 动物园饲养员表示 由于老虎的大小 饮食和天生的野性 很难当成宠物饲养 最后难逃遭弃养或是杀害的命运 如果这只小白虎幸运存活 将交由国际野生动物或动保庇护团体照顾 公事新闻张淑芬编译 有学者发起 二零二三反战声明工作小组 提出四个诉求 呼吁政府跟民间一同来关注和平议题 并且提出台湾面临的威胁 可能不止来自于中国 只愿中国想要并吞台湾 美国是想牺牲台湾 不过也有其他学者是认为 就是因为中国不愿意放弃武力犯台 台湾才需要寻求盟友的支持 学者发起二零二三反战声明工作小组 呼吁政府跟民间一同关注和平议题 提出要求乌克兰停战谈判 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 反对美中战争并主张台湾自主 且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聚关系 国家预算应优先用于名称社服 与气候减缓等诉求 在台湾有一个蛮奇怪的逻辑 就是台湾会面对的威胁只有一个 那个就是中国 美国没有要并吞台湾 可是他要牺牲台湾 与会学者傅大为则表示 面对中国威胁要停止膝盖式的反应 强调中共不断威胁台湾 很大部分来自美方挑衅 跟台湾跟随美国抗中 应该透过反战来反省恶性循环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因为中国不愿意放弃武力犯台 台湾才需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跟寻求盟友的支持 我们的关系跟中国关系 要脱钩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变成不要变成别人的大战略之下的一个旗帜 施政风认为台湾不管是亲美亲中 或是游美有中 都应该优先考量到国家利益 反战声明工作小组则表示声明发布 是希望带动台湾社会对战争议题的理性思辨 记者欧榮 谢振玲台北报导 民进党从今天开始进行立委初选登记 虽然党主席赖清德喊出诚信条款 不建议现任议员转战立委 不过还是有不少议员站出来要挑战 上次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宣布投入 士林大同区立委的初选 正面来对决现任立委何志伟 而基隆市立委蔡世印则是宣布不竞选连任 要全力补证博士论文 一句我来了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二十号正式登记投入民进党台北市市林大同区立委初选 王世坚二千零八年曾经参选立委失败 瞧到自己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大同区多位里长还有议员都道场力挺 王世坚 只是为何不选中山选区王世坚表示先前帮吴于农助选 没人婆不能上花轿 选择挑战先任立委何志伟 而且不接受党内协调心已决 是否违反党主席赖清德喊出的诚信条款 王世坚认为参选其实更完备党的程序正义 恳请选民原谅 大局条款只是建议 并不是强制 我恳请选民们 准许我转换跑道 那我想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标准 那至于个人的生涯规划我们都尊重 何志伟低调表示尊重对王世坚是否有落跑疑虑 则交由选民智慧做出选择 另外在新北市由于立委余天传出不竞选连任 新北市议员彭佳云也宣布投入三重区立委初选 我的诚信就是不会为了位子去转移选区签户口 这个是我对在地的负责任的态度 金融市议员张志豪也在二十号领表有意参选 下午金融市立委蔡时颖就宣布不寻求连任 表示台北大学审定委员会受理她博士论文学位申诉 决议保留她的博士学位 她将全力完成博士论文补证 还有投入二零二四复选 记者韩英朋友组无期昌陈昌为台北报道 又发生酒驾事件 而这一次是在台南一名二十六岁的男子 前天凌晨三点乘着电动滑板车在路上行驶 警方将人拦下结果酒册值是达到零点四一 警方表示电动滑板车归于慢车的一种 酒驾还是得罚 也因为台南市尚未核准电动滑板车上路 男子还得另外面临三千六百元以下的罚还 民众骑电动滑板车在马路上滑行 警方提醒对方恐违法要她别再犯 没想到交谈中闻到对方身上飘来浓浓酒味 要求她实施酒册 酒册值高达零点四一 被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送办 此外警方也将开罚她 违法将电动滑板车行驶于道路上 民众却一点问号 电动滑板车独轮车原则上禁止行驶于道路 仅能在非属道路的私人或封闭的场域来使用 电动滑板车独轮车之类有电力 时速二十五公里以下的运具 被归类为个人行动器具 原则上不能行驶于道路 得由地方政府规范是否放宽 目前台南市没有放行 因此男子已违规 加上个人运具也是属于慢车的一种 若有酒驾行为依然违法 男子得面临双重处罚 还有像是滑板 直排轮这类 属于运动器材也不能上路 选择在空地练习 玩家直言台湾车太多 即使有天放宽限制 也不见得敢上路 就怕跟车争道 反而让自己更危险 记者温正恒 王廷孟昭全 台南高雄报道 农地违章工厂改善计划 今天截止收建 经济部中部办公室 最新的统计 还有多达超过一千家的工厂 没有提交改善计划 其中以彰化限最多 而公民团体则是呼吁 政府要善尽把关的责任 将没有缴交改善计划的工厂业者 进行断水断电或是拆除的处分 农地违章工厂改善计划 这个月二十号是收建的截止期限 公民团体呼吁 政府要确实督导 针对没缴交改善计划的工厂 做出处分 才能落实改善政策 政策一定要去执行 它的断水断电与查处 它才会让这个政策符合公平 也才会让这二点八万家 也就是大多数的工厂 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 根据经济部中部办公室 截至周一下午五点前 统计全台约有一千零四十家工厂 没提交改善计划 其中包含台中市高雄市 都有超过百间工厂 没提交改善计划 而彰化县没提交的线数 为全台最多 共有两百九十五家 其他像是新北市和嘉义县 只有超过八十家业者 没提送改善计划 经济部强调取了合法工厂登记 工厂才能永续经营 也才能避免违章工厂 出现消防货物水等问题出现 记者员此谢奇温特别报道 台中大里有一栋老公寓 有民众站出来指控地下室的公共区域 被一名江系住户堆制了大量的回收物 不只环境相当脏乱 也让人担心会影响到逃生空间 呼吁政府要拿出公权力 而市府表示将会办理会刊 要求限期改善否则就会开罚 通往地下室的车道全部堆满回收物 再往里头走景象更为惊人 各种电器 纸箱与垃圾堆得满坑满谷 台中大理区新南路移动四十三年屋林的公寓 地下室公共区域被一位江系住户 当作资源回收厂使用 不仅环境脏乱 甚至有老鼠尸体 还影响到梯间逃生 让其他住户相当难忧 台中市去年三月发生新中介大火 就是因为梯间堆置雜物等原因 造成六四五年 上了悲剧 监察院还纠正台中市府 如今又有囤屋户引发公安疑虑的个案 台中市住宅处表示 这个社区没有设置管委会 后续将会办理会刊 要求将信住户限期改善 否则将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堆置回收屋的将信住户没有出面 民众说他违法堆置回收屋 时间长达四年 中间层清理过后又堆置 希望政府能拿出公权力 维护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 记者 台中报导 高雄捷运青浦站以及桥头火车站 周边都有大片的农地 导致高架月台常常有鸟类在盘旋 鸟份也不时会出现在地板 以及座椅上 为了确保环境清洁 还有行车安全 高架公司在月台是架设了驱鸟肝 以升光的方式来驱赶鸟肋 偵測到物体靠近驱鸟肝边 闪光边发出高频噪音 周边有农地树丛的高架青浦站 轨道月台上常有鸟肋盘旋 甚至竹巢 清洁人员时不时就得清理地板 跟座椅的鸟份 为维护环境 确保行车安全 高架架设驱鸟肝 借此驱鸟 考量周边环境高架在常有鸟出没的青浦及桥头火车站 兩個高架月台设置驱鸟肝 但尽管驱鸟肝不时会发出声响 鸽子依旧安稳的棲息在月台上方 高雄野鸟学会表示野生动物的适应力普遍不差 升光驱鸟恐怕只能暂时收效 其实有鸟类困扰不止高节 前年底台铁屏东潮州站也因鸽子太多 鸽份造成环境脏乱而有工作人员拿BB枪驱鸟 鸟会强调这并非好的方式 因为每个环境吸引鸟都有其原因 因照相关专家进行评估 才能有效防护 並降低伤害 記者 高雄报道 星期六如果遇上了补班日 停车祭費 該以假日還是平日來計算呢 在宜蘭就有民眾不滿了 他以平日月租的方式租停車場的車位 但碰上了补班日 業者却算是假日收費 向月租的民眾多收錢 而今年到現在 宜蘭消保处 就已經收到三件相關的申訴 消保官認為 業者對於補班日收費的解釋 對消費者顯示公平 民眾開車進入停車場停車 以平日月租的方式繳交費用 根據業者公告租金為一千元 平日定義為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除外 但今年補班日高達六天 依然有平日月租的民眾 在補班日到停車場停車 被業者以假日多收錢相當氣憤 民眾認為如果按照業者的標準 那連續假日有收到平日 應該也算平日月租 不該收錢 但業者並不認同 表示合約都已清楚載明 補班日與連假平日都算國定假日 須以假日收費 那補班剛好遇到禮拜六 所以根本就沒有所謂補班 不補班的問題 就是很單純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 跟國定假日就是要另外收費的 宜蘭縣消保官今年也收到三件 停車場補班日與假日收費的消費 爭議案件 接下來還有三天補班日 本週六二十五日 將進行親民連假補班 就怕類似爭議還會發生 是業者就變成說是 我的補上班日因為是禮拜六 所以也是假日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 因為是連續假期也是假日 這對消費者顯示公平 消保官認為補班日收費標準 如果按照業者的解釋 對消費者顯示公平 縣補交通署說 由於發生消費爭議的停車場 部分屬於公有停車場 股定例假日應依照人事行政總署公告 補班日不該算假日 不合理的收費標準 會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否則將依照停車場法 開罰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記者林建軟一蘭報導 這補要補發六千元的現金 全國有三個偏鄉的民眾今天開始 可以到派出所登記造冊 有警方來帶發現金 不過呢 對於部分偏遠山區的村民來說 因為鄉內有郵局 就不能有這項服務 但對老人家來說是相當不方便的 因為像是南橫的利稻村 下山到郵局來回一趟 只要兩個小時 當地民眾就期望 由警方來帶發現金的服務 能夠擴大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的村民 一早就到派出所外面排隊登記 普發現金 民眾一一的到派出所拿出戶口名簿 和身份證交給員警登記 在台東的金豐鄉 一早也聚集了不少民眾來登記 由於過去發放三倍券五倍券 鄉民也都是到派出所登記領取 民眾和員警已經很習慣這樣的作業流程 不過和過去的占星券相比 領現金排隊人數少了很多 也不是像以前領到五倍券的狀況 人員來的是 因為可能是轉帳的方式 或是方式不同 所以有不同管道 其實還有不少在偏鄉山區的村落 因為鄉內有郵局和提款機 卻無法由警方代發現金 像是南橫的利道村 人口數雖然只有四百多人 但下山去郵局來回一趟要兩個多小時 更需要這樣的服務 五倍券的時候 其實也有由各村辦去幫忙去做發送 那其實如果說連這次的普發 也都可以比照當初的五倍券來說 那其實對民眾來說才是真正的辯明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這個星期開始由偏鄉先辦理登記 但警方也特別呼籲民眾 詐騙集團正利用這個實際詐騙 請民眾不要相信來路不明的電話 指導操作轉帳以免被騙 記者江明哲台東報導 有零星飄雨的機會 西半部地區今天上午其實雲量比較少 下午開始因為水氣變多了 所以有一些雲量 逐漸在發展的一個情況 不過到了明天天氣會比今天稍微穩定一點 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圖上看到 一樣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飄雨的機會 西半部地區大致上是比較穩定 降雨機率也比較低一些些 在高溫的部分的話 各地都可以來到30度左右 甚至是在中南部地區 尤其是近山區 可能會有接近32、33左右的一個高溫 有一點夏天的感覺 晚上的低溫 各地大約是落在20度附近 所以說還是有點日夜溫差帶 提醒大家留意溫度上的變化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 明天呢 各地大多屬於多雲到晴的天氣 特別是中午的左右 可能會比較熱一點點 到禮拜四之後 留意水氣會變得比較多 各地的降雨機率也會變得比較高一些 再來呢 在金馬地區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 可能會有局部霧或低雲影響能見度 請大家行車用路 一定要多加注意 最後要提醒大家 春天的天氣變化 補確定性比較大一點點 提醒大家多留意最新的天氣資訊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去提供 再度提醒您喔 從明天開始天氣會越來越熱 到後天的部分地區是上看35度 不過25號開始呢 東北季風增強 加上華南雲氣東移 中部以北容易會有短暫震雨 再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訊 西隆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縣市是18到29度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是20到32度 嘉義縣市 台南 高雄 屏東是19到33度 嘉義縣市 台南 高雄 屏東是19到33度 宜蘭 花蓮 台東是20到30度 澎湖 金門 蓮江是15到27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高屏還有雲嘉南是普通 中部是敏感等級 宜蘭 花東澎湖是良好 馬祖金門是普通 以上就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瞳時間 我們再會 明瞳時間到